在命运的这场游戏里面最害怕的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很多人都能猜得到 就是咱伤也瘦了 亏也吃了 身体也毁了 半条命也给搭上了 还不知道坑在哪 接着又强度性的重复知情的路 原来的那些拦路虎 他换了个马甲继续给你填毒 结果你只能抱怨人间太苦 第二种呢更隐蔽 但是危害性也更大 也就是你名也得了 力也涨了 好事都做了 坏事也扛了 能力也确实强了 最后却死死的认定 这一切都是我的功劳 看不到环境暂时的作用 看不到时代凑巧的助推 也看不到其他人协调的成效 喝完爽文鸡汤 就认为全天下只剩那个努力的自己了 一旦认假作真 把时代环境他人给的这副暂时的面具 刻在脸上了 拾过境迁之后 那种生生撕下来的疼 让人面目悬飞 所以与命运对话是一场修行的游戏 刚开始从稀里糊涂的挨打 觉悟到我是这个游戏的主角 到后来会发现呀 我只是这场游戏的坎坷 我有共生入局的勇气 更有转身离开的 惬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